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大家好我是抓吧片 今天吧的片是《飞出个未来》里面 两个关于节日的小故事 在一千年以后的地球上 大家依然在庆祝圣诞节 后来却哀声叹气 说一点节日的气氛都没有 花音刚落警铃大作 他们的基地启动了自动防御系统 钢盔铁甲裹了个岩石 来饭的不是别人 这是圣诞老人 这是个机械版暴躁老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圣诞节变成了每年最暴力的节日 硬和圣诞老人强行送礼 没有惊喜只有惊吓 暴虐老头唱完圣诞歌 用一发炮弹结束了此次送礼行程 炮弹炸出一颗金银的松树 化作点点斑斓消失在空中 圣诞老人欢快地离开 此时的胡来终于明白 为什么没有节日气氛了 因为他们缺少一颗松树 唉 可是松树早在800年前就灭绝了 白教授有没有办法让松树复活啊 办法也不是没有 咱们去挪威碰碰运气吧 白教授带着大家来到挪威 这里有个世界末日种子库 该仓库从2008年开始收藏大量种子 以防止它们会灭绝 嘿 好等在种子库前面闲逛 又何一图 别误会 我们就是想进去随便拿点种子 哦 那 可以的 嘿 小子 那旁边的是什么呀 哦 那是细菌战仓库 你那么近不会叫啥感染吗 不会 宝 仓库管理员给大家取了一点松树种子 希望大家省着点用 诶上面的小斑点好像细菌啊 不是的 爸 回到基地的湖来小心剥下种子 用爱浇灌呵护 等到第二年圣诞节的时候 松树已经停停欲立 众人纷纷前来围观这棵活生生的小树 哎呀 这棵神机盎然的松树 象征着平安夜的平安吉 小小树苗甚至迎来总统围观 它们把松树移到白宫前面聚锅欢庆 人群正欢呼的时候 松树突然开始疯长 哎呀 这棵种子是不是被细菌残酷的细菌污染了 我猜是的吧 这也许是件好事 那些细菌可以让小病树茁壮成长 叶拉说话间松树已经结果 一阵摇摆之后松子被拨撒在周围 这也许是件好事 咱们以后再也不缺松树了 被细菌感染的松树异常变态 逆天的繁殖能力 让它们很快占领街道贡献城市 铺满全球 地球瞬间变成鸟与松香的原始森林 这也许是件好事 地球的生态得到了恢复 白教授拿出检测仪 表示松树吃的是二氧化碳 呼出的是氧气 现在全球变暖问题解决了 但是又有个新问题 貌似含氧量上升的太快了 10% 20% 一路涨到60% 只要不超过70%就行了 80% 虽然机器人Bandard不用呼吸 但面对如此高的含氧量总有些不适应 他决定抽根雪茄缓一缓 看完这个火热的圣诞节 我们再看一个机器人的节日吧 Bandard表示人类的节日太无聊 是时候庆祝一年一度的机器人光明节了 虽然这只是个他虚构的节日 好让他每年可以矿工休息六周半 但是Bandard却说的有模有样 这个节日的核心就是要找两个漂亮的机器人五娘 浇上一点石油 让他们在简易的泳池里摔跤六周半的时间 Bandard取出正常多年的石油 明在机器人五娘身上 可是油量貌似不太够 这些大约只能用上四周半的时间 而Bandard可不是能将就的人 他立刻决定去能源站搞点石油 老板表示这里有猪油酱油鱼干油就是没有石油 因为地球上的石油早就用完了 一心人失望的回到基地 哎就不能再搞点石油出来吗 恐怕不行孩子 石油是有机制受到强大压力 经过好几百万年时间产生的 那也太久了 比作吧片更新慢多了 Bandard大胡不公平 他只是想用传统的石油 庆祝一下机器人光明节 为什么上天就不能垂脸一下卑微的他们 白教授看了看他们无辜的眼神 说也不是没有办法 在很深很深的地下 也许还藏着少量的石油 只是那里的压力很大 非常危险 等什么呢 咱们走啊 随着飞船来到地下50公里的地方 白教授表示再下去会很危险 压力随时可能会让飞船崩溃 可是Bandard却立马跪下 恳求白教授为了他任性一回继续下探 白教授一狠心一跺脚 下达了继续深入的指令 控制室在颤抖 空调在着火 高温高压的环境让飞船随时会崩溃 我叫Bandard是个机器人 是地心势里唯一的幸存者 没有了人类的陪伴 时间的流逝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一眨眼就是五一年过去了 当我再次拿出怀表 恍惚间觉得身边还有那群老友 回头却发现 他们在高温高压的地下 已经变成了我想要的石油 我终于拿到足够的石油庆祝节日 回到屋里却看见 那些原以为只够四周半的石油 竟然用了五一年 我总想要些没有的东西 清晰所有的交换 五一年的时光如愿以偿 却感受不到快乐 才明白我需要的不是石油 而是陪伴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